今天上午中科院科学传播局和国家天文台举行发布会 发布了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取得的首批成果 那作为这个世界最大单口径的射电望远镜 FAST在去年9月竣工进入试运行试调试阶段 经过了一年的紧张调试 现在已经实现了这个指向跟踪 漂移扫描等多种观测模式的顺理运行 调试进展超过预期及大型同类设备的国际惯例 更加可喜的是在调试观测阶段 FAST已经开始系统的科学产出 探测到数十个优质脉冲星候选体 目前已经通过系统认证六颗脉冲星 此次发布了其中两颗脉冲星的详细信息 一颗距地球大约1.6万光年 另一颗距地球约4100光年 两颗脉冲星分别由FAST在今年8月22号和25号 在南天银道面通过漂移扫描发现 这也是我国射电望远镜首次发现脉冲星 对 这个脉冲星是由恒星演化和超新星爆发产生的 它是磁场超强 密度极高 而且脉冲星的自转周期极其稳定 这就像一个精准度超高的时钟 成为人类测量宇宙时空的一个探真 而且还可以利用脉冲星去研究 黑洞周围的神秘时空等很多重大科学问题